塔式公寓到底是什么? 在日本20层以上,高度60米以上的,居住用超高层建筑被称为塔式公寓。 除了高度以外,并没有对户属进行限制,也没有对公用设施的内容进行定义。 日本的塔式公寓在高度和悬址上都有很大的自由度。 作为塔式公寓的魅力,稀有信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。 根据调查,到2021年12月末为止,日本全国的塔式公寓存量数是1427栋,首都圈为760栋,东京为458栋。 提到日本塔式公寓,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价格居高不下。 那为什么购买者还是会蜂拥而至呢? 因为在日本人的印象里,塔式公寓等于成功者的证明, 并且塔式公寓多建载在开发区域,随着街景的变化经常被新闻报道, 或在车站和街道上刊登大广告,作为该区域的地标性建筑。